想起寶貝兒子還是忍不住紅了眼眶 就是想知道關鍵的81分鐘 到底發生什麼問題 再也忍不下去 恩恩爸拿著訴狀到法院 正是向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消防局 提出國家賠償訴訟 不滿這些單位不願意協商 甚至帶風向誤導民眾 認為國賠程序已經走完 國賠是法律規定 第一階段一定要讓新北市政府 有一個自己反省的機會 讓他自己決定說是不是做錯了 要同意國賠 然後新北市政府也是拖到後面 再說拒絕掉這件事情 才讓我們可以在現在來走 這一個法院的國賠程序 先前恩爸在8月17號 向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消防局 請求新台幣議員的國家賠償 三個機關審議後都認為 當時已經依管制措施 積極搶救恩恩 並沒有待乎職守 因此認定國賠不成立 讓他痛批侯友宜做了最壞示範 尊重家屬 我們會配合法院的程序來調查 恩爸強調新北市府一拖再拖 這個時間點提告沒有政治意圖 請求議員國賠不是要錢 只是希望新北市府願意承認錯誤 報道